接下来呢我们在今天节目最后一条片子送上一条大福利 我们一乐星天的记者接到线报说 大长腿男神欧巴黎敏昊要空降上海了 哎呦厉害啊 继承者要来了 而且我们的记者呢肯定是立刻奔赴了机场 欢迎欧巴的到来 来看一下 黎敏昊 双花牛爱你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上海浦东机场的国际到达大厅 那么每次有韩国明星到来 在我身后就会产生如此壮观的景象 对于粉丝们而言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站在你面前 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而是我到了普通机场接你 你却走了VIP 那么到底这次粉丝们能不能顺利接到自己的黎敏昊欧巴呢 就在我们担心与黎敏昊欧巴擦肩而过的时候 现场等候多时的粉丝好心提醒记者 黎敏昊很亲民 所以从来不走VIP通道 在普通触口等这就对了 因为他是一个很亲民的一个人 他从来都不走VIP 他特别照顾粉丝 考虑粉丝的感受 他每次都是走普通道 原来下午三点到达的航班 在延误了将近半个小时之后 终于降落在了普通国际机场 在前呼万换中 李明浩巴穿着一身皮装 戴着黑色墨镜出现了 现在的粉丝那叫一个热情 那叫一个激动 而李明浩也确实是相当亲民 不停地跟粉丝们回首示好 最了解此次李明浩来到上海 并没有公开亮相的计划 如果小伙伴们想要见到你们的偶像 不如去他代言品牌的新店 去碰碰烟去吧 有些地李明浩巴 快到碗里来 上海采访我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